大家好 我是CRSGarage的Kenneth 上一次我們就跟大家介紹到 卡島頭盔耳機的通訊技術 今次我們會說一說 怎樣選擇一部適合你的頭盔耳機 上次也有說 卡島耳機大概分了 用傳統藍牙通訊技術的 Freecom系列 以及使用比較高階的 DMC技術的Packtok系列 在這麼多一部機之中 Packtok Bow 我們覺得是功能最全面的一部 因為基本上它已經有齊 卡島最高階最完善的規格 例如有DMC 有40mm的JBL耳機 以及它跟全部產品一樣 都有一個IP67的防水規格 對港距離也是比較遠的一部 這裡有一個內置的天線 平時不開都可以 但如果你想要最遠的對港距離 開完就會收得更好 除此之外 安裝的方法也有很多選擇 如果你的頭盔是有位置放 就可以用這種夾式的方法 放入頭盔裡面 但如果你的頭盔設計不能放 也可以用一個3A貼貼上去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部性價比很高 而又很適合對港的 Packtok Bow 就會是一部很好的選擇 無論你是Packtok系列 還是Freecom系列 都有三個最重要的按鍵 就是控制音樂的播放 控制你和手機的連接 或者聽電話 另外一個就是控制整個對港 或者DMC 或者藍牙的設定 除此之外 它也有一個滾輪的設計 就算你戴了手套 都很容易可以調整到音量 而如果你想要更加一部 更加漂亮的聲音 就可以選擇這部Packtok Black 它基本上是一部升級的特別版 它升級了用一個45mm的JBL耳機 比起其他系列的40mm JBL耳機 耳機更大 所以帶來的音質也更加澎湃 同時間它也改了做一個更加漂亮的全黑機身 保養由兩年升級到三年 各方面都有些提升 這部就是Packtok Slim 它也是屬於高階型號 它機身最淺薄的地方 這裡只有6mm口 所以機身更加淺效 對於一些講求外形比較簡潔的 或者可能一些開啡檔的朋友 想封了一個小的 都會喜歡用Packtok Slim的系列 不過就因為它需要用一個插入式的設計 所以你的頭盔的側邊 是需要插進去才能安裝得到的 同樣它的電池 就放在頭盔的後面 頭盔的後面也要有位置可以插 才可以很容易安裝到 不然就可能需要做一些 DIY小手作之類的方法 才可以安裝到上去 而且因為Packtok Slim 也用了一個內置天線的設計 所以它的對講距離 都會略比其他的Packtok系列短少少 對於某些朋友來說 可能很偶然才會和固定 一兩個車友去出車 或者不是太重視對講功能 但又想有很好的音質 就可以選擇這個Freecom One Plus 因為它採用傳統藍牙技術 所以對講功能 就沒有DMC技術的Packtok系列那麼好 雖然它說是一個入門的型號 但其實它的質素依然很好 大部分卡島的高規格 包括例如相等於IP67的防水規格 內置收音機 13小時的續航能力 可以用手機APP去管理 等等這些功能 Freecom One Plus 都一樣有的 卡島大部分產品都有分 單機裝和孖機裝 孖機裝的價錢就會更划算 裡面會有兩部主機 40mm的JBL耳機 包括一支適合Full Face頭盔的線麥 另外如果你是開面式頭盔 也可以用這支棍麥 卡島的手機APP 也是它做得很出色的一個地方 在APP裡面 除了我們可以看到電量 也可以在對講那裡 做一群組的控制 例如說我可以開定一些車group 是給公司同事的 給家人的不同人的車group 我可以開定一些group 在group裡面 我也可以選擇 跟某些人單獨說話 或者將某些車手去正音 變成整個對講的管理 在APP裡面 是很容易可以進行的 除此之外 一些常用的功能 例如說聽收音機 聽音樂 用慣的電話聯絡 都可以在APP裡面 另外一個有趣的 就是這個automatic volume 一個自動的音量控制 它就可以在你走高速公路 風噪很大的時候 它就會開大聲一點 手機的音量 然後去到紅燈 燈位的時候 音量比較小 它又會慢慢調節 那你就不怕 有時聽歌 覺得音量有時太大 或太小 除此之外 卡島也懂得 將你對講 或者講電話的時候 將音量互相平衡 所以就不怕 對講的時候 聽不到歌 聽歌的時候 又打不到電話 卡島的裝置 就會自己幫你控制幾樣音量 它也有一個JBL的Audio Profile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去選擇增強一個重低音 或者強調人聲 或者做一個標準的設定 也可以 如果我們要做配對的時候 其實只需要所有機 同時都進入一個配對的模式 選擇一部做Admin 那它就已經會自動和那麼多部機連接了 卡島出的配件也都很齊全 今年它也都出了一個新的產品 叫做Kado Headset 這個是方便 平時可能在一些賽車場 或者做Coaching的時候 或者練車 學車的時候 方便有一個教練 可以帶著來 用Kado的系統 跟其他人溝通 這個Kado Headset 它一樣是裝了一個Pactalk系列的耳機 不需要戴頭盔 都可以像平時的頭盔對港系統 這樣保持通訊 一直以來 在香港出車 其實對港都不算很盛行 原因是因為傳統的南華技術 如果你要連接的時候 你需要逐步逐步去配對 如果你有四五個人的時候 隨時可能一班人 搞半個小時都還未能走 而且因為傳統的南華技術 是用點對點 一條直線連起的方式去連線 所以如果整個車隊之中 中間有個人是 例如爬頭 或者先離開 都會有機會令整個團體斷線 所以總括來說 上面的問題加起來 傳統的南華對港 其實不是一個很實際的對港方案 而Kado出的動態網絡通訊 DMC技術 其實就是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它是透過一個網絡網絡技術 也就是大家經常聽到 經常說的Match Network 連接所有的用家 整個團體的機器裡面 它會懂得自己連接 形成一個網絡網絡 這個做法 除了可以增加整個群體的對港 穩定性之外 也增加整個團體的對港距離 以及也能解決 剛才說的 例如有些車 中途離隊 或者中途加入 或者退前退後 導致的連接問題 都可以解決 最後如果大家想繼續了解 我們不同最新產品的動向 或者不同的優惠活動消息 就記得留意 CRS Garage的網站 以及我們的Facebook Instagram 所以如果大家對Kado產品有興趣 就記得留意我們的官方網站 以及去我們的授權經銷商選購產品 在接下一次 inanimate他們的視頻 他從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如果我們可以聰明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可以聰明 你直接在看